讲修行,落实于生活,讲佛法,应用于人生,欢迎来到禅心学院,聆听达观师父教会,开启智慧人生 唱谈六组谈经三四三,懂得慈悲,整理者心灯,读诵者心音 慈悲,即是观音 如果你家供奉观世音菩萨,慈悲,即是观音 那你是观世音菩萨吗? 很多人只有遇到困难之时,才会求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你觉得从小到大,念观世音菩萨,念到老,却没有看过它 你想看观世音菩萨,其实很简单 你的心,化为慈悲,你回家照镜子,你就能看到观世音菩萨 你说,这是我,不是观世音菩萨 你讲的不标准,你没有看过观世音菩萨,你怎么知道那张脸不是观世音菩萨呢? 你所看到的每一尊,也不一样 你说哪个是真品,哪个是仿貌 你说,克神像的乱克,这样也不对 是你自己乱来 不论他怎么克,就是要叫你慈悲 有时候,你的概念异象化 认为是固定什么样子,那是你自己愚昧 只要是大慈大悲之人,就是观世音菩萨 有一天,我走路时,突然遇到一位菩萨 他跟我讲,请教一下,你是不是出家人 我说,应该是 他接着问我,为什么你们出家人说,美国人浪费水资源 美国人以后要下地狱 我反问他,这是出家人讲给你听的,还是别人讲的 他说,我是听一个学佛的说他师父这样讲的 我说,第一,可能是他断章取义,误会他师父的意思 第二,他师父可能想说,人不要随便浪费水资源 因为这样以后的果报不太好,对不对 他说,对,这样可能比较正确 他又问我,为什么你们师父早上念经,晚上去喝酒吃饭 我说,吃素及早上念经的人,不一定是出家人 也可能是在家人,这只是个修为的问题 他说,那你们佛教界有这样的败类该怎么办 我问,你是 他说,我是基督徒 我再问,你们教友当中是不是也有人品性不良 他说,也是有啊 我问他,那该怎么办呢 他说,对呀,应该怎么办 那你说怎么办 我说,很简单 你有能力就教化他们 没有能力就远离他们 我这话,讲实在吗 他说,实在 我再说,其实不是佛教,基督教的问题 是那个人本身的问题,对不对 他说,对 我说,以后你说到佛教,不要那么激动 他说,师父,我有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基督教的宗旨,就是最后每个人都回归上帝的身边 那你们佛教的宗旨是什么 我就问他,你快乐吗 他说,我不快乐 我说,我们佛教的宗旨就是教你怎么快乐 他说,这样听起来,好像跟我们基督教某些的概念一样 我说,对呀 圣母玛利亚就是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就是圣母玛利亚 我们只要慈悲对人,就会很快乐 但我们只要有怨恨,心中就不会快乐 你的问题就是在这里 你说对不对 他说,对 我本来就是要写信去问星云大师,正言法师 别人没有学佛,他有误会 我们不会怪他 但我们学佛在学什么 自己就要探讨 为什么你有困难,才想到观世音菩萨 你不觉得观世音菩萨的手会很酸吗 他到处要去救人 观世音菩萨,牵手手眼还是有限的 你应该多伸出一只手,这样他就一千零一只手了 你多睁开一只慧眼,他不就多一只眼了吗 你只是有苦的时候,才求观世音菩萨 你为什么不去帮他救人呢 作为佛弟子,你要问自己的内心世界 而且你当惭愧 你不能只求别人救你 而是应该去效法他 这就是学佛 懂得慈悲,你就是观音 以慈悲的角度 慈即给别人快乐 悲即排除别人的痛苦 你应该从此处调整 问候思维 你愿意成为观世音菩萨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观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